这是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居士们问的 他的弟子们一向来都有做放生的活动 通常我们都在星期天到市场买一些鱼类 放在一个矿湖里 由于所放的众生数量相当大 日子久了 湖里的众生也显得拥挤 于是弟子们就有了疑问 这下面有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 弟子们是否应该继续同样的湖放生 著名 此湖乃四人产业引进退掉 这当然是好啊 但是如果这个湖里都已经非常拥挤了 你要另外找地方啊 另外去找 当然这个湖是私人的静止钓鱼好 找不到这样的环境 至少要找到比较偏僻一点地方 这个钓鱼的人少 不过也很麻烦 将来你放多了 大家晓得这条鱼多 都到这来跳 所以这个事情要有智慧 放生 是在讲 不必定日子 定日子 有很多弊病 这些去抓鱼的人 听说哪一天有人放生 这销路很好啊 他就拼命去抓去了 如果他每一天抓这么多鱼没有销路卖不掉 他就不抓了 那比放生的功德还好 所以一切要有智慧 要有山桥方便 过去我们在台湾 我是从学府 可以说就提倡放生 到以后我放生就很少做了 我去印书 印一些劝人吃素的书 劝人爱护动物的书 这也说于放生 风自开的这个护生画集 早年我从香港得到一步之后 带回台湾 我就大量的印送 帮助一般人 振长慈悲心 爱护动物 不吃众生肉 不伤害动物 这个都是属于放生 那么这个事情 怎么做法 你们自己一定要多想一想 怎样做法 比较上妥当 最不好的 在台湾发生过 栩栩栩栩栩托动物 栩栩栩遇 به十分之后 规定哪个日子要放生 水 让这些猎人 大发誓 他们拼命去维堵 到这时来卖给你们 你们看到也不能不买 所以这种放生反而是害众生的生命 我有一年在台中 李老师讲经在慈光图书馆讲经 有几个人抬了一只大乌龟海龟 这个是大概总是二十二三十年前的事情 抬到慈光图书馆大门口 有许多人看到了大家凑钱 价钱很高 凑了一些钱买来了 第二天到海里面就要走 过了一个星期的时候 他抬了两只来了 这个大家看到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还是买下来吧 放生吧 再过一个星期 抬到五六只来了 李老师立刻就下令 不要理他 不要买他 为什么呢 越买越多 他知道这个有价钱 他卖得掉 他在别的地方卖不了 到你们这个地方来 有效路 他就去抓了 所以以后我们就不放生 不放而归了 以后还归就不见了 就没有了 这个是对的 正确的 所以我们要懂得 现代人一些心理 要懂得他的心理 这个值得做参考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